没错了 今早其实我们整个论坛 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活着非为 很多嘉宾都有不若而同提到 其实我们已经活在非为里面 包括奶茶 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 就真的会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已经活在里面了 就是和食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会有舍尖上的非为 很荣幸我们会请到邓子怡女士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厨师 和一个烹饪的专家 她会为我们分享一下 她的一些观察和体验 而这个时候我也想请我们有两位主持人 包括香港艺术学院学术总监林南女士 和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 研究发展经理黄君健先生 一起到台上和邓子怡小姐 有一个对谈 在这个时候我也介绍一下邓女士 她的一些背景 她其实是平山邓氏 第26代的后人 她15岁开始 就在家族经营的酒楼学习厨艺 2010年她决定自立门户 创办左字厨房 也担任餐厅的主厨 George除了通晓法式中式厨艺之外 她在时装、设计、绘画、写作方面 也都畅艺深厚 令她很有独特的烹调艺术风格 《视瞻尚的飞围》 未来的时间我交给各位 Hello Hello George Hello George Hello George 你今天是主持人 你才是主持人 因为你是主厨 那我们不如由你开始主厨了好吗 好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邓子怡 我是George 我是一个传先 在一间三百多年历史的围村组屋里面住 首先我想带大家 参观一下我家家 麻烦你放视频吧 麻烦 这间转转串屋 贴入新的徽村 素想新有 是去年年底才完成收复的200年楼屋 它属于平山邓族第25代后人拥有 现在住在里面的是第26代后人邓子怡 她是邓旦誌堂妹 是我爸爸的心愿 他一直都想做这间屋 他们一家四口移民澳洲之后 做屋就这样荒废了 我回来上年八月 那种草草的高 这地方本身我出生就在这里 以前很想遇村, 租外走 现在反而回来这里 为什么我本身住在这间二百多年的屋 我都不去做这件事呢 早于十年前, 他和哥哥已经有收复了 屋的计划 直到2012年, 邓巴巴大约90岁才实行 我不会说是多少钱 但是我其实卖了跑华地的屋去南大 南大也花了百多晚 这里做的屋比南大多昂贵 本来想做三个月 结果做了一年零三个月 船棚, 水滴那些全部都在国内做的 还有我楼下的屋里面有个风船 那块板都是挑花出来的 将近亭书室照上它有点蓝筒 将它mini搬回来这里 因为近亭书室里面都是用蓝色的窗 窗也是这样的 就烧到景太蓝色了 清理屋顶的野草 换上新木还凉, 把鞋片重新铺在屋顶 除了现代化的厨房 屋内的装修都是古色古香 最特别的是这些三十年代 由掌和改装而成的雕屋 花了这么多时间 又要卖屋修复做屋 究竟值不值呢? 我觉得值得值 学厨是自己的, 家屋是自己的 当然是我爸爸的 他之前病了后来就在这里 还没有机会看到 希望稍后会回到几岁 他的心愿能够完成 在他有生之年 我已经觉得很安慰 Hello 大家好 我刚收到岭南大学和香港艺术学院 邀请我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以为今次的课题是跟大家说 什么叫非为食物和文化的 经过我和Java和Canon 沟通了之后 原来大家是想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家珍惜的食物 和我背后的非为故事 外界的人 朋友大概知道我参加了港澳村的潮离大赛 在法国南大学艺 读完之后就回来和我爸爸和哥哥一起去维修这间棕屋的 我现在就住一半 我自己住另外一半 最后我就在里面做私房菜 做烹饪班 还有我在大学里面全职 教这个酒店管理学的烹饪课程 和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 以上听下来的种种 其实你会觉得是很风光 但是背后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围村女 在一个卫生村出飞 过着一个很通山走的童年 还有在我爸爸的那间棕屋 很喜欢和小孩在上面一起玩 飞船酒碑 在那里玩 狐狸狸的 我自小就吃盆菜 茶果 你们在SWIN里会见到有狗狗的盆菜 喝两茶 吃黄酒 黄酒鸡 还有做手粉 那什么手粉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 这个就是一个手粉的格 它有九格 十六格 或者二十五格 或者三十六格很大的 这里面有盐粉 浪味粉 糙米粉 而造成一些糕点 这是糕点 主要是所有的 围出的食物 就是那些糕点 很多是制制 还有你在节目里面吃的 那大过了之后 我才知道这些是非藝食物 那我幸运是一个 很有阔历史价值的地方 环境长大了 那我们现在很容易去保育 建筑 非围手工艺 和传统的饮食文化 那从小呢 其实可以吃盆菜的 也不是很喜欢住在围村的 那你们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会 由一个喜欢变成热爱 由一个不认识非围 到今天可以和大家在这里做分享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 我们生活在非围里面 那所有的非藝食品 一定有一样在你的身边 那例如奶茶 蛋撻 那 不过我自己 从小时吃这个茶果大 都是 全部都是非围的食物 不过如果有一天 没有人再坚持做这些非围的食品 当所有的老师傅都离开了之后 就没有人再可以为你的祖孙 留传一些你自己很珍惜的味道 那我的非围故事呢 就起源于新界元朗平山 孝美村 那这个你看到呢 都是我爸爸时代平山的风貌 那在中间有一幅照片 就是我的五姑姐 是骑着白马的 那当年我五姑姐 在课学的时候 就会去骑马 那我爷爷总共 就养了五只马 那应该在平山生界来说 我们唯一一家是有养马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住的 那半间屋 其实就是马房 养鸡和谷仓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住另外一半的组屋 这里就是平山 上面是1901年的风貌 那下面就是2015的 是不是有很多很大的不同的支柱呢 现在其实呢 平山已经金飞色彼了 一望无际的耕地啊 鱼塘啊 大部分已经变成了货币 另外就是我每次走过 我都会反思 为什么我们如果再不将 这个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呢 所有历史价值的 无论是建筑物啊 食物啊 回忆的味道呢 都会同样一一地慢慢消失 那这就是现在平山文物径的严谋 平山是香港首条文物径 在1993年12月12日开幕的 那这个呢 你上面 左手边上面呢 你看到那个帆呢 就是我所说的 刚刚说的 那帆帆上面 我们是飞船走壁 在那儿玩捕的地方 那我大一点之后呢 我才知道这个叫做近亭书室 其实我小时候 不懂读它近字的 所有东西都是我爸爸教我的 那我爸爸 说了很多在书室里面 里面的雕刻啊 背后的故事啊 那每次我参观这个 平山近亭书室的时候呢 我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啊 或者本土的朋友 都会一起去跟着我爸爸 我爸爸就像Tour街那样 讲解所有的不同的故事 那又偶然之后 会遇到一些Tour街 真正的Tour街 他会很静心地在我爸爸的旁边 听到他说话 然后每一次我都会听到 他们会多谢我爸爸 说他听到 就是很庆幸听到这么多口传的故事 在里面 那近亭书室呢就是 邓香泉 邓族二十二世祖 就是我的高祖父啦 为了纪念他爸爸 邓近亭 第二十三世祖祖父啦 是我的天祖父啦 那近亭书室呢 那近亭书室在1870年呢 就落成啦 那就具备了教育啊 和制制的双重作用的 那在二十世纪初期呢 就已经废了这个科举制度 那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呢 他仍然呢 他仍然呢都是 一间学校 那 教育 周围的学生 就是周围村陆的学生 和哈密村的学生的 那 近亭书室在1991年 就是赛马会 捐助 费用去将它收纪 那书室就得了 得以可以 赢入了光彩啦 而我就用了近亭书室 来做我家的 维修男徒的 那我家里维修了之后呢 就得到很多外界的关注 就做了很多访问 那 很多人都在问 为什么我爸爸会将 这间 花费这么多钱 去将这间 种屋 不打烂它做一个三层的村屋呢 又可以收租 又可以合乎 经济回报 又为什么我和我哥哥 不这样做 用更加更加倍数多的钱 去收纸它呢 一会儿我就会和你们分享了 这个就是 你们在维修后 你们看到的表面风光 但其实呢 在维修前呢 这间屋已经荒废了40年了 那所有屋顶已经荡然无存了 青砖 只得家图四壁 就是 青砖 那我就参与了 书室里面做了很多搜集 例如我一个善板 和其他一个建筑 最后呢 就用了我爸爸熟悉那位 关于庙宇建筑 秘修的师傅 去做我的外场 屋顶 加上香港建筑师 Alan Zhang 和Sara May 他们住进了现代的建筑元素 做了一个室内设计 令到很多人都会赞赏 Anyway 他们之前已经得到很多建筑的奖项 最后我就花了一年半 我们重修我家了 本来是以为三个月的 但是想象中 超越你们想象中 有很多的困难 那么这幅照呢 就是2014年 我爸爸和师傅在开工的时候 还有在上主粮 你在右下角看到红色一条粮的 那个就是主粮 都会择日进行这个拜祭的仪式 那我爸爸在三十 我爸爸在九十岁的高龄里面 仍然坚持去亲自去过木厂 去选择粮 因为粮是很重要的 它的处理方法要防卖住的 那我们就去了这个志祭 住木厂 那他们有七十年的历史 是香港唯一一间的木厂 静低落石 不过很为险地 它最终是敌不过新界东北的发展 要面与鲜移或拆射的厄运 在外人来看呢 我刚才所展示的全是一个废墟 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藏 第一次我进入这间屋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很多雀笼 还有笼 笼里面就收藏了很多不同的饮食器皿 那些饮食器皿呢 我就用一个玻璃的图木柜 去将它做成摆设 而建筑师就将我所有的灯笼 他们亲手去设计我家的主灯 左手上角就是我找到的器皿 很古旧 而中间你就会看到一个桌面 这个是我的餐桌 是一个屏风 我们找了一个屏风 就在一个粒子里面 装了我爸爸的线装书 还有玻璃 一层玻璃在上面 我们就做成了一个餐桌 每天吃饭的时候呢 既可以吃到传统的维煎菜 都可以欣赏不同的以前的风貌 那这个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那我以前的家是走北欧简约班的 那现在完全不同的 那现在我将现代的建筑做成了 内装 然后就用传统的傢俬 就等于我做的 Fusion菜式 我加入中西混合 而做的Food Plating 虽然好像很摩登 很摩登的厨房 我是用了香港厨柜品牌 Rapatov 欧洲的材料 欧洲的设计 但是 这个概念 不会影响到我去 在厨房里面 跟着我爸爸传统的方法 摘日 去拜神 和安祖军的 那我仍然用传统的歌 在我家的天台里面 曬陈皮 说到这里 你真的以为 我从小就喜欢 围村的生活 喜欢煮中国菜 其实我从小都不是很喜欢 住在围村的 因为 有个天井 那里面 由于风水关系 每个都保持的 然后在里面 我们就要 很潮湿 打风下雨的时候 要撑住把傘 去经过厕所和厨房 非常之不方便的 还有这些地方是很偏僻的 以前没有 轻填的 那些人 我经常想出城 不想做乡校妹 那 那最后我有个机会 往外跑 就去了中 就是在澳洲读中学 但是都是住在一个 尼市区四个小时 搜索的地方 每天还要去上完堂 去做功课 下完衣服之后 还要出铺子 洗大饼做楼面 出餐和煮 到十一点之后才有饭吃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 是一个豪富出生的 我家做了三代的饮食业 那我爷爷是一个 我爷爷是一个中医 那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在村口就做了个茶料 就送茶和凉茶给路人喝的 那之后就去了唐人新村 做一间茶餐厅 开了茶餐厅之后呢 就开了好所在 点心、烧美、酒家 好所在是1954年正式成立的 那我做药剂师的爸爸呢 和爷爷为了一些兄弟姐妹呀 儿子又出道就请出很多师傅 不同的师傅来教他们 去做不同的饭食物 点心、烧美 那我姑姑就是在荷兰 开了一间酒楼 那他就做点心 而我的叔叔呢 就是负责去了澳洲 做了烧美和小菜的 那我跟着我去 我叔去澳洲 那我们这一辈的小孩呢 都是红富仔来的 每日的生活呢 就会在学校啦 餐馆啦 的流光岁月里面的 那我就当你在这儿洗大饼啦 洗到手流了 满感啦 那每天的 就是货如生活呢 就是煮中国菜 煮酒楼菜式 那我们当然是 不喜欢回家煮饮食的 但是谁会猜得到我 今天是一个传维教师呢 那我在大学呢 就是读时装设计的 那我有很多很反叛的心态 在里面 作为一个乡下妹啊 那所以我呢 所有的设计都拒绝 用中国的传统做inspiration 只喜欢日本、欧洲的设计 那为什么一个人 不是很喜欢煮食 也都不是很喜欢住在围村的人 现在回归了去围村 爱上了飞围和保育 做一个保育的厨师呢 因为我突然间发觉我爸爸 不好意思啊 突然间发觉我爸爸老了 还有我遇上一场车谎 改变了我对传统非为 饮食文化的概念 所以加上我会有一个 说了一个祖先口述的 口述的故事给我们听 那加上总总 听起来好像很悲伤 其实我觉得 飞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浪漫的文化 我爸爸一直坚持在有生之年 去维修他的房子 那他说这是他的童年的回忆 他说不需要去网 那你们大个都会知道 这个都是一个童年回忆来的 那由于车祸 那我开始想沉根 去了解我爸爸的想法 为什么要去做保育 保存 传统食谱呢 之后 我现在是 以自己家族的一门手艺 去转回做传师 去延续我三代的美食目 不过很遗憾 我爸爸在 不好意思 收复期间 就病了 就没有机会再看到 亲眼看到 那个组屋是什么样的 那之后 我爸爸过了生 我妈妈就说回一些故事给我听 那我爸爸 他说我爸爸 口述了 流传的一个故事 最早在感田的邓族 就取了宋公宗的妹妹为妻 即是郡主 宋公宗就按摩情深 给了郡主一只木鸭 那只木鸭就可以浮在流河里面 他们说 如果那只木鸭流到地方 就会赐给邓族所有 这个是一个传说来的 那我就在想 难怪在村 每个村前面有河水 合了有山直山 有水吃水这个说法 那这个就是我煮的 围村菜 和很所在里面的 某些传统菜式 用了很简单的 传统的食材 而我去南大 为什么去南大呢 就是为了提高 围村菜 传统菜式 中国菜的卖上 就是 而法国菜其实是西方菜式的表表者 而中国菜又有很多 它跟中国菜一样有很多长远流传的历史文化 那么我希望学到最好的西方传艺来提升我煮的中国菜 我的传创理念就是将加传的蛋撻 加上西方麦克风 法国的色彩变成 融化的蛋撻 你在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我希望全城创新 与时并进 这个概念是跟蔡卖会全创 innovative heritage 融入了过去和当下 这个跟它的理念不谋而合 那么我希望将非维食品提升 升级转型 加入新的主食方法 新的元素 去利用不同的融合不同的媒体 跨界合作 和将它的形象变身 建立一个新的形象去吸引到年青一代 去延续全创飞维 又下个那两张图片 就是我发觉南大高级料理煮的菜式 而其他就是我在南大之后 回来的煮的私房菜 那么是不是那个观感是很不同的呢 我觉得 卖上去比以前的包装更加吸引的 这个就是我的全创精神 我所说的全创精神是什么呢 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想问大家 做一只虾饺有的变化的可能性 就是做一只虾饺的变化 有多少可能性呢 这个就是我所做不同的饺饺 新的标准彩出来 和写一篇文章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全创 而我在大学教酒店古地学生 的时候呢 我就会教他们 怎样做真正的传统菜式 这个就是干炒牛可 首先我教了他做真正的干炒牛可 传统的干炒牛可之后呢 我就将他注入新的元素 和理念 将传统装炒牛可的材料 设计上新的菜式 这个我做了两个示范 其中一个呢 就是左边那个 就是市汁牛肉蒸垃圾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牛肉可粉配咸蛋酱的 这个就是一个全创的例子 那学识全创之后呢 我就自创了 那我都是这样跟我的学生说的 我根据平山古迹左边 就是平山聚星流 俗称的文文塔 那右边呢 就是我自创的菜式 那就是一个面糞肉饼蒸茄子塔 肉饼 面糞 茄子 全都是围村里面 就是用了很多菜的材料 那半碟的虾片呢 就是一个云 是代表云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口述传说里面呢 在文塔有七层高的 那一次行雷线变 打倒了就变成现在的三层 那我就将这个故事 用我自创的菜式去缩 去细说这个平山文文的传说 那当你加入了浩漫元素 和在这个传统里面做inspiration 再加上新的科技 新的不同的媒体 那就令到它更加丰富 多姿多彩 可以吸引到新的一代 去加入我们保卫这个全创 非为教育的行列 那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 路过不过的fusion 食谱设计 我理念是 我做出这个以蜂蜜绿茶做汤底的 流心朱古力 我本身就会有写食谱 出食谱书 那我希望将我的食谱流传下去 在library里面都会找到的 全创全成 是我现在写这几本书的概念 我现在写着围村菜 传统酒楼菜 和非为食谱等等 当然我现在都会写着围村菜 我很庆幸 我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 机构和媒体宣传 这个全创的概念 例如在中国的家政里面 我教做茶果 我在大陆教中法亚洲菜 在外面教学 又以非为食品蛋撻 去做公司团体的个人成为过程 之外 我还代表香港食委会 去了长沙 餐饮食品博纜会里面的 香港馆里面 示范如何做蛋撻 亦都跟了香港Art Center 去了小豆腐 比利时 全香港的菜式 和香港的街头小菜 街台交谈美食等等 未能尽目的 以上的种种让我 有很多机会 去宣传非为 和传统食物 温暖人的心 和为传递成全传统 加上创新的视野 去教我们下一代 去认识非为食品 文化的重要性 我希望通过今次分享 你们都会参加我一起去品尝 舌尖上的非为的浪漫味道 谢谢大家 我参加我认识 谢谢大家 George 難得你在這裡 我沒理由放你走 當然了 George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有趣的非維故事 很有深度、有廣度 他從中國廣到西方 從古代廣到當代 在背後看到他的生活中 其實跟非維息息相關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活著非維 他住的地方 用古建築修復的一個圍村屋 裡面有鳥籠 有中式傢俬 他本身是一個很專業的廚師 也是由圍村菜 去到西方的菜式他都會煮 我們今天不要放過他 我們多問一些關於蝕尖上的非維 我們可以怎樣請教George 是的,我很幸運 我上次小豆島是跟你一起去的 我看到你是神父奇妓的 我記得 你把我們廚房剩下的所有東西 那天晚上就做了一頓飯給我們吃 是完全沒有預計的 今天也不可以讓你有什麼預計 我們有九個項目 你可不可以立刻幫我想一個菜式 如果我們要你代表我們這九個項目的話 我想說有人拍手掌 我想說 那我就立刻拿了我這個手粉給你看 不如不要做菜式 做一個九種不同的手粉 然後呢 因為我可以用一個九公格的手粉架 做不同的味道 例如旗袍有些旋風式的手粉 你看上去其實是做九個項目 我是用了非維食物去分析它們 其實是 其實我看到它有十六格 那它是不是在預計 我希望 它在預計下年 它預示我們將會繼續可以擴展 你再增加項目的時候 你再增加項目的時候 可以有十六格 二十五格 三十六格 那其實 用食物是溫暖人的心 和胃 我希望用非維食物 來將它們所有的東西全部統一 令大家可以認識更加多些 還有 手粉 其實可以做很多教學的過程 我在想 你不用擔心 你告訴我 多少格 我們有專門的木工師傅做的 其實 我們的 非維其中一個 木家師 都是其中可以幫忙 或者是竹籠都可以 竹籠我們都有 其實 是不是 絕對我們的師傅 是可以互相配合 可以在一個跨媒界裡面 大家合作 是的 不過 我很想自私一點 我很期待 我很想自私一點 既然我們現在在藝術中心 其實我很想有一個非維廚房 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附近上班 你覺得 午餐應該是我們最多人想要的 有可能是有一個 真的便宜靚正的 Lunch box 我們真的不想去點貴 多一個人 會幫我 是 他那些 我都觉得你不够创生 George,你现在立刻想到吗? 怎样的Lunchbox,又有飞维 我想到不止一个,是可以做三个系列的 一个就是全创,不是,全成 全创,还有可以做传数 那你就可以用不同的 就是你现在有九个项目 用它做inspiration 还有用一个非为的例盘菜 用盘菜里面的材料做一个 现代的饭盒出来 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素饭盒出来 我还可以想到它的包装 是用,就是好像Indonesia 或者他们都,就是我们以前 买菜就是用那些和港草 你可以用纸包着它,就很环保 再加上那些和港草,榨着它 然后呢,你找一个香港 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做这件事的 就是一些画家做一个人 写着,搭一样东西 如果经典的那些饭盒呢 叫做全成 然后呢,Fusion的叫做全创 如果数的,就叫做全数 这样呢,令到那些人看到就会问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令人更加深刻这几个字了 还有可以,不好意思 就是等于做一个虾饺 有千千万万的可能性 你可以做一个有玻璃的工作室 在他旁边做一个open kitchen 可以做教学,那些人看到又可以吃到 又可以做一个ICH咖啡 做一些经典的,就像Starbuck咖啡那样 不过呢,就是用非维食物和传统的菜式 令到所有的plating都是很经典的 还有很多,不好意思 我应该说一个饭盒的可能性变成 无限可能性 一个ICH咖啡的可能性,千千万万 可不可以这个粉果,又或者是 你有很多茶果,茶果有很多可能性 可不可以有茶果咖啡 茶果有很多可能性 不是,茶果奶茶 茶果咖啡 茶果,我在想茶果 不是,你也可以做教学的 就是茶果,茶果 茶果,茶果 然后变成很多不同的fusion 国家,或者地理,或者 巧克力的茶果 我这边都不客气了 中学课程那里,其实我们带进去的时候 很多学校都经常说 会不会有些和食有关的飞为可以摆进学校里面做 我们都很苦老 我们要找个大厨教一下我们的路 中学我们就比较时间短 我们有三节的传统 两节的创新课 加上都是七至八小时 在七至八小时里面 你觉得怎样可以教到中学生 做到什么传统的味道呢? 我之前呢 就是在一间中学 的 Cooking Class 里面 就教过茶果 就是 其他不同的东西 清明仔 就是 戒膏 手粉 那我会觉得你可以 分三堂 就是好像你说 有三个教堂 那里面又加上传统 你可以做三件事 我可以想到 茶果 戒膏 就是戒膏 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呢? 手粉 因为我刚刚提到手粉 这三件事是代表圍村 亦都代表非圍饮食 那你可以第一堂就是做 是 听不到 清假 你可以第一堂 第一堂就是 教他传统的食物 教他怎样做传统的茶果 韩山杯茶果 然后呢 之后就回去叫做 资料搜集 就做 中国大陆不同的区域 地方的食物的特征 例如上海 比较甜点 会用甜点的馅 又或者加些咸的馅 然后呢 第二堂就是全创 第一堂是全成 第二堂就是全创 全创就是 你带一点你自己想要的材料 回来 加上大会提供的材料 就做你所谓的 不同的省份的茶果 特色的茶果 而之后呢 第三堂就是自创 你带一点你自己想加入 里面的东西 做成一个你自创 你自己忠实的茶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对我来说 是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是否可以开了 下一届 准备就所欠个师傅 不过呢 其实因为刚才我看到台下有人拍了手 刚才拍手那位呢 其实是我们的吹糖的inter 即是他已经不了业了 其实 你其实是否想cross over 因为我自己也在想 我们的飞锅里面 关于食物的 当然我们没有提议你马上吃的 我们是有面粉公仔 还有有吹糖的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跟你有一个cross over 可以 因为这两个其实我都是去看过那些师傅做的 但是我就没学得懂 但是我经常想着呢 它的吹糖呢 其实可以在蛋糕上面做decoration 然后那些面粉公仔呢 就可以做成一个包啊 饅頭啊 或者早餐食物的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传统方法 我们可以继续将去全創 就是将所有 即是吸引一些多些下一样的东西啊 又或者将它变成一个 比较3D的 或者站得起身 我应该给你们看 我教一些小孩做些鸭仔 做些鸭仔啊 雪人饅頭啊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趣的 而且你也可以做 吹糖烹饭 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得到 对不起 我有太多想法了 你一这样说 我又觉得有千千万万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有吹糖的学员 是有几位的 他们每人都有专项的 其实坐在这里的那个是专项吹 不是吹 是拉鱼的 所以其实我在想着 每一个同学 他可能是鱼 有些是模型 有些是花 对吗 可以是做不同款 不同的风格 我们叫做 这样的合作 加上那个 可以 可以 对 对 对 可以 做很多东西 就算 用全成的方法去做 都可以做很多东西 不用一定要全創 嗯 但是我们是改良了 那些是 是不会吃到糖尿病的 是吗 不好意思 我是国家孙设计 可以用不同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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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好 多谢 其实今天Josie和我们分享了很多故事 就是我们听出的理由更加是垂言三尺 我们都期望我们未来 在课程那里可以加入一些 传统美食 放到中学里面 更加可以培训一些师傅 在课程中 放到不同的课程里大家合作 我都希望 多谢你 多谢George George 希望你快点回来 和我们见面 我都希望快点快点 多谢 谢谢 多谢George 多谢Kendib 多谢Java 我知道两位都是这个计划幕后推手 真的很辛苦他们的劳苦功高 这个时候我也想紧接 先请Java留步 请Kendib可以到台下就座 请你摆一下 请你摆一下 个赏支持明镜 嗯 你摆一下 这里 的 详细